这时候他们会选择离开北京 我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多 就这个地方开始 在北京正常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付费 或者就成功学那么受欢迎 你仔细看他们并不是在教你一种 怎么制作PPT 那么简单的一种技巧 他们很强调告诉你 就是因为未来太不安全 你永远不知道你还需要什么技能 去准备明天 不仅未来不安全 你们说的让我意识到 现在也悬 现在悬的时候你失业了 你还有房子 对吧 你没有太多的越共催你 年轻人失业了怎么办 对就像你看 我就现在要是回到我当年 那那个问题 搁到今天的问题就可能 也许这种平台 这个媒介生存就生存不下去了 马上可能被一些其他媒体代替了 你的工作 你连这个甘草牛河你都吃不着了 它是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我女儿摆天的时候 我就请了一个摄影师 那摄影师呢是一个 我当年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周刊的 那个主摄影师 一个摄影师的那兄弟后来就周刊 这个周刊 杂志停刊了 他就来北京做这个一个商业公司的一个 一个 就像我跟那个搞区块链的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拼命上这趟车 因为他说错过了这个炒房 错过了这个互联网创业 他就感觉再不上区块链这趟车的话 他就马上就被甩在后面了 就彻底的被淘汰了 就是而且现在啊 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种感觉啊 我你像我听一个互联网大佬 在那这个信誓旦旦的跟大家讲啊 就说很兴奋啊 最近不都在聊那个区块链什么的嘛 现在区块链的技术什么人工智能就在我们眼前 说我告诉你们啊 从明天开始 我们连睡觉都是浪费时间 我讲这哥们他肯定不失眠 你明白吗 他可不知道 睡觉是多么奢侈的 对 你要失眠的话你就知道睡不着觉更浪费时间 你知道吗 但是他这个意思啊 就好像怕落下 比你成功的人比你还努力 对 然后呢 其实你说咱要就是六哥你比如说 说到最原初的这个状态 一个人他工作先别说什么爱好 那他能养活自己 就我觉得在一般一个稳定的单位 一个大的单位里哈 你好好干 哎 这个忍气吞声的 跟周围人搞好关系 别得罪领导 别得罪同事 把人家交给你的活 认认真真的完成 我觉得这不稳定吗 这不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吗 不容易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单位里他那个也是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就导致那种叫零和博弈 还是叫什么 比如说只有一个生的机会 你怎么办 对啊 人上不去的 你就会很惨 你有的人还有点业余爱好 我养个花 钓个鱼 我平衡一下我的心态 但是周围的人不干 老婆不干 对吧 或者你的这个老人家里的老人不干 孩子也不干 孩子还被人比拼呢 所以他导致这个人的这个 而且就是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市场竞争啊也越来越激烈啊 我感觉他有一个就是说维持现状之不可能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比如说有时候你看我跟人家跟那企业界的打交道 我现在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很大的压力就使得就过去咱们电视台的就老在说我们是被收视率追的像狗一样 对吧 就是他的问题在于层层加码 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比方说你盈利了 盈利了这个挺好吧 可是呢 他这个部门经理就跟我讲 说我们的奖励机制是这样啊 我下半年头两个月必须提升10% 我一提升了10%啊 我的职位也会提升 甚至现在的分配机制很灵活的 甚至给我我可以拿公司的股份 但是我要没有这个10%啊 我可能连这儿我都待不住 我就被漏下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就麻烦了 没有快乐的一天啊 你工作有进步了 但是不会停止的 但是下个月还得更高 考公务员就就就没事了吗 不行也有事啊 考公务员行吗 公务员算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吗 但我觉得也有 而且也有风险 所以你知道我比如说我就 为什么我就比较喜欢六哥这种老板 对吧 他让我这个这个员工呢 觉得还能喘息一会儿 就你比如说 他这个毒库也是碰到过风头啊 干嘛呀 就就就就那个就是 但是他没上这个马车 是吧 你也就一直这么这么做 你觉得今天做一个事 难道不能说有稳定的盈利 我这个这个收支能够平衡 小撮放 我就一直这么做下去 怎么不行了呢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想更多 这个月要超过上个月 下个月要超过这个月 我觉得这样没有永无宁日的吗 这是 因为我自己的理念呢 就是叫所得即所失 对吧 你得到什么 你会失去什么 那么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当时已经得到够多了 我就不要再去追求了 因为你再去追求的话 你就现在被人家 就是你貌似在追 其实他是在追你 那我自己的欲望降低一些 你就发现你挺活得挺好 也就不用再向人汇报了 如果你很早就想做大做强 各种攀比 你就会就是 就进入到一种 更就是上那个车之后 也很难受 没错 所以我上次见到过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他倒是挺有意思 他跟我说 他说你准备这个什么融资 或者什么的 他说那个 但是杜老师 我要事先提醒你一句 他举了业界的另一个大咖的例子 他说你准不准备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我说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他就是一旦融资之后 要做大之后 他说过去不上班的 现在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 可能你十点才离得开 干什么 就是一天到晚的见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你要回馈各方面的利益 然后你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要跟他们社交 然后要向谁谁谁汇报 被业绩追着跑 对被业绩追着 同时你还得做节目 他说你得下这个决心 你要为了挣大钱 你要不要过这个生活 是 这个你融资之后 我就叫欠钱钱 什么意思 你欠钱钱 这个说的第二言 是吧 欠钱的钱 是吧 是 你这非常挺难受的 很难受的 说不定你这样 你就喜欢上了呢 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我自己公司面对的情况 倒不是跳槽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倒还好 反而是什么呢 明显感觉到北京的问题 其实是 就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 很出色 很优秀的年轻人 来了北京两三年 可能在这念完书 顺便在这找工作 或者别的地方来找机会 他可能有男女朋友了 要结婚 要甚至生小孩了 这个时候 他们会选择离开北京 我发现这个情况越来越多 就这个地方开始 在北京挣钱 去其他地方生活 他不是 他根本叫要离开 我们公司的最大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在北京待不下了 因为北京的生活成本压力太高 那么他去别的地方 我发现现在做这种选择的 年轻人多了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 这个他有一次 好像在拿演讲的时候 他就问人家 说你认为你所在的城市 算极限 对对对是 这挺有意思 我为什么会那么疑问呢 因为我发现 我突然有一天 无意中发现 读库里的作者 大部分都不是北上广深的人 理论上北上广深的人 自有才华 爱文化 爱文化 但是为什么不是 因为北上广深的人 已经不可能再写 那么长的文字了 是的 不可能再做那种 不计较投入产出笔的事了 是 并且北上广深的人 挣钱多容易啊 整天你参加策划会 参加个什么发布会 拿个红包 谁还去干这种苦哗哗的事 所以 大部分人就是养 养自己 还是要在小城市养 就二三线 三四线城市 把自己的血食 把自己的肚子里的东西养足了 或者是逃生到北京 被北京榨干血汗 或者是还在当地 过一种 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还有一个概念 就叫你老爱说是第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 你是一线的人 还是二线的人 还是三线的人 这怎么解释 我觉得 我们抛开这种种族歧视 这种时候 都是中国人 对 因为不是 这真的 人从这个谈吐 格局 这个 他自己的这种 格调 各方面来说 肯定是有高低之分的 嗯 那么 有的人生活在一线城市 但是他是一个三线的人 有的人生活在三线城市 他有可能是一线的人 对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鼓励 北京的 一线和三线区别是什么 格局 眼光 视野 兴趣 我都说不清楚 当然也许你 你眼中的一线的人 他看他就是三线 这个所谓一线三线 是很主观的一个 估计这么说 估计这么说 我简单这么说吧 我就说咱们说的靠谱不靠谱 就比如说 我要招这个员工 其实我说的这个靠谱不靠谱啊 往往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我不懂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但是就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工作来说呀 我发现呢 都跟这个人靠谱不靠谱有关系 就说实在的 比如说你会不会写新闻 这都是次养的 可以很快学会 但是你会发现 你比如我就有时候经常 我就跟我的同事这么讲 我说我就发现呢 你们之间有的人不同的 就是我有的人是什么呢 就个办事之周密啊 就是说我说了不等于你听到了 我做了不等于我做到 我经常跟人讲这句话 因为很多人我就发现呢 最后出了娄子了 说我跟他说了 但是另外一个同事 你就会发现他性格上 你这叫性格还是叫素质不一样 他会说 方舟听懂了吗 明天三点到这 对吧 可能上楼比较费时间 还需要花十分钟 你才能到这 这种人 我就觉得他到哪儿 人都喜欢用 就是他这个 包括就是说 你说你做个事 很多人事后追究责任的时候 都是说我做了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我就说你做了 并不等于你做到了 这个你别解释他 咱不是说第一流人 第二流人 有时候很基本的 你在员工中 发现这种人的区别 有人扫厕所 都能扫得比别人好 对 他就是那个能力 他就是那个素质 我原来看那个莱维 就是一个 意大利还是人 就是意大利的作家 然后他后来被关在集中营 他就是说发现 这个犹太人 他们弃墙 就是弃自己的监狱的墙 都弃得特别特别的好 很专业 虽然是关他们自己的 而且最后要处死 他们的地方 对 但他们做这件事 就特别的这个周密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 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全中国人 忽然多了一个想象 就是美国 然后这个神话 实际上从二战前后就开始了 二战时候 他们曾经 曾经帮助中国 就打败日本人 接管过一部分 这一段时间 所以从上一代人 续到我们这一代 美国想象一直在的 只是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去了 那短短三十年 忽然就中国人 在美国已经很多很多了 所以出现你说的 一代办和一代这个问题 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 就是 这跟一代办和一代 不太有关系 是关乎每一代人 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 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赶上经济好 他就有好工作 好监图 赶上不好 没了 孩子赶上去在哪个州 哪个州 种种原因 说华人最主要的 就是纽约州和加州 不光是华人 所有移民都这样 我们总会关注 我们自己的群体 其实所有移民 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 什么呢 很简单 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 然后我到医院去 等着生出来 那就跟旁边的聊天 一个意大利老移民 他孩子 他自己就是一代半 他是年轻时候到美国的 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 然后他第二代 都已经生孩子了 他很忧虑地跟我说 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 的薪资和工作机会 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很多理由为什么 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种族歧视 都现在 你这帮中国人滚回去 就对移民的种种 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 一直透露那个讯息 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 就是先到的移民 都会跟美国人一起 希望解决后来的移民 和非法的移民 从来就这样 从来就这样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 其实是因为 这些年有网络了 然后中国人在那儿 越来越多了 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 全是老问题 早就有了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国运这回事 有 当然有 对 因为我呢 就是我多重疆没外 对吧 就是我 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 前些年我还听着 就是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最爱国 中国强大了 明显你 眼看着你们就颓了 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你看 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说哎呦 我说咱们同样牌子的酒店 这美国这么破呀 就是中国是吧 那边现在中国的这个 同样品牌的这个酒店 是新的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到美国旅游啊 这坐着那个开着车子跑啊 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 这感觉这是除了纽约 几个大城市 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 那大火大幅的这种荒凉感 老工业国家 老公路 老机场 老火车站 咱们现在去中国 全是新机场 中国是后发国家 就二次现代化以后 中国才才才才才起来 后发国家 全都比老帝国要新 但是呢 还有你比如说 我知道这个川普 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 我在这个欧洲啊 哎我这一次去啊 我就最近 比如说先去 我全去巴黎 我就觉得巴黎 怎么跟我十年前去那巴黎 不太一样了 有点像北京火车站了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 一看就是那个移民 主要不是西方变了 是中国变了 主要是中国变了 你这么 中国牛逼了 你先到处机场 光比机场 你先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 没错 哎 这次就在德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 我飞回来啊 我还说就说去了这个机场 过了那个安检 就是进去之后 在那个免税店嘛 说买点东西什么的 一进去之后 就是登机口 连个免税店都没有 只有个小卖铺 我说这是柏林 然后你说我在伦敦呐在哪儿就看 我跟你说就说这个酒吧夜店 是吧 我那边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 去了之后 我说这是怀柔的夜董会吧 你没玩 哎 他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玩的夜店是哪儿 北京 说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灯光化电 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 我觉得柏林那机场特别好 它那个老机场嘛 对 一下飞机就进城了 就特别方便 也是 而且是不是 你觉得 这20分钟 对 你进去特快 也不用老开着 像咱们现在还坐着车 坐着火车又再进去 柏林那机场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是不是你等一进去就进国门了 就进去了 就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 就是等于我最近两次去这个欧美啊 我就说我这个崇洋媚外的人 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 因为我在早以前我以为 这就是欧洲特色 人家多有文化 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 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 包括是这个服务业 你比如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吗 对了那肯定欧美行 可是我现在发现 你比如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 有很多的不方便 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 这个快递啊 打个电话在香港都没有 你知道吗 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 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 就是 它主要是老帝国 你要想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 就已经有地铁了 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 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 然后中国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 高速公路全都有了 可你算算这什么时间 70年代离现在有40 50年了已经 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 那中国就这30年起来 这种又旧又破又老吧 但是这种又旧又破又老 其实给人一种有一种安全感 就刚才咱们跳过去说 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 咱们什么都有 好像什么都有 那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年轻人 安全感其实不如 那边的年轻人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 它有一种系统 它有一种生活方式 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 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 不该敢复合它这个话题 为什么 民族主义啊 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 我没有说民族 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 又旧又老的年续 我当然觉得柏林机场 荷兰机场 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 很人性的机场 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 为什么 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 要论新 中国是最新的 怎么就不敢说 那个柏林机场好呢 我不太敢说现在 为什么 我很多话不敢说了 你可以说二号楼三号机场 二号站三号站吧 我坐飞机我喜欢到二号 经人又方便 进去的时候也方便 更只我喜欢到一号机场 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机场 我最喜欢的机场 我叫所有给我订票 人说不要订三号航站 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 你对什么觉得叫好 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 是争论不完 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 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 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 他很有意思 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 这个父母就说 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代的 出生在这的 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 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 好我们去跟人家说 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 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 旧旧的 这多有味道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 上海五光十色 他真觉得我的祖国 比我这强大多了 他确实有这种感觉 对 中国变化太快了 非常快 仅仅三十年前 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 台湾朋友香港朋友 都非常想到大陆看 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 机场一片昏暗 然后洗澡没热水 种种这些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 就中国满街会停满 停满小汽车 然后堵车 完全想不到的 二十年前根本想不到 你看我跟你举一个 而且我 当然我过去说 我说这东西吧 就是硬件 咱们都比他们强了 现在软件 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 这酒吧讲装修 比北京的差远了 可是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 以及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 我刚才说就是这个细节 这个精神 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 细节 就是细节 就是细节 但是呢 我现在又觉得 就是说中国这种 比如说这种服务啊 包括也慢慢的 你会感觉到 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代名词 可是我现在觉得 中国效率并太的高 而且这种高啊 让我觉得咱们有点肾的慌 你知道我昨天 我平常在北京就是叫那个外卖 叫那个餐呐 送餐嘛 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的吗 因为他没到嘛 我就 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 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到门口 拿来把这个给我 这个劲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啊 今天这个堵车 我就是完了 我拼命赶了 我拼命赶了 我说好没事没事 你走吧 我就对不起啊 我大小 二十多岁大小伙子 是不是有 哭了 哭了 我说这为什么 我说我没怪你啊 他有掌承制度可能会 不是对啊 他说大哥你 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锅 再按一下 我取消 我说怎么了 他说扣我三百块钱 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 二百还是三百 我的娘啊 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 是是是是 我就我就觉得 哎你说这样 他服务业能搞不好 但是这个里边 是不是又透着一种 很有趣很可怕 很邪性 把人逼到一种 早期资本主义的 这个快马加鞭 对对 对 你说这个 哎 徐类你你你现在 要是回到当 他们当年那个年代 你想去美国吗 大家现在 我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 没有那个 想去美国的那种 就国外生活的那种 意愿 就看看可以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保守主义的 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国家呢 我喜欢的反复会去几次 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 我会害怕的 那你说现在的人 纷纷到美国留学 让孩子留学 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 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 你你你你 因为有有有孩子在在在美国 我觉得是好的 怎么说 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 该说不该说 反正我觉得是好的 去国外留学 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 说实在是特别重 但是老师的教学呢 是缺乏细节的 就是现在据我了解 对啊 所以呢就是缺 那缺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的教学 信息少 其实信息不快 然后呢 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 然后因为老师保守 就给学生们特别多的压力 就是你必须得 就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 排名排序 对 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 首先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 其实你就会恶心了 要吐了 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 这样学习下去 而且压力太大了 就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 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 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 快乐的环境 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我想了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 它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研究的这个课程 课题吧 真的有点太少了 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 真的有点少 好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送孩子去美国留学 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 就留在美国生活了 这还是个好的路吗 这都无关美国 事关中国的心态 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 而且有点像 唱得有点像了 是衰了 另一方面 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是数量最高的 三十多年前我去的时候 还比不上台湾 比不上香港高 也没有其他国家高 就三十年后 中国高居第一 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 就是你们去想 是有道理的 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 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 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的 吃吃吃吃吃很好的饭菜 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的不一样了 他不挣钱 可是他花钱 但是你看 这个为什么 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 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 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嘛 从小出生在德国的 他现在想的 就是他准备 他说我准备回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 就是对孩子来说 别说中国孩子 现在西洋人道观 想到中国来谋犯 这情况越来越不变 我觉得学完了以后 回来工作挺好的 这个道观早就开始了 我昨天经过 我陪我父亲 从湖北水镇过来 经过密云县 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 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 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 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 当然是高等幼儿园 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 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 我亲眼见过很多 到中国来谋犯的外国人 层次也并不很低 就是中国是找饭碗的地方 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 所以情况已经在早就变化了 已经 那你比如说 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 你还有兴趣吗 还有兴趣啊 我愿意啊 就像他讲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 很安静讲道理 但是从这次这个川普 川普选举之后 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 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 不会有大变化 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 不会有大变化 但是国策一定会有变化 经济会有变化 比如战争情况 什么种种政治格局 就肯定会有大变化 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 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 变化都不是很大 还有更大的力量 在让美国变化 无论是他唱帅也好 怎么也好 从复兴也好 我就现在就我不懂了 我就刚才讲这国运 你们这感觉会不会 从这儿就慢慢 这美国就收缩了 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 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 管人家别人家的事 然后慢慢地我们的经济 他早就说了 就是中国的经济 眼瞅着就是 就是这个最大经济体 就要越过它了嘛 超英赶美 至少在这个GDP的这儿说 应该用不着超了 是啊 这个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大事啊 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 越来越大了就 是啊是啊 是吧 就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 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 至少前国梦 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 就实现了 初步实现了已经 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 美国梦就是 其实是一个 有点过时的东西 就是所有一文不明的人 也没有来历的人 到了美国 会能够过上好日子 有尊严的日子 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 但是川普讲的 就是说川普讲的 不就是说这事不灵了吗 对它已经让太多人 实现了美国梦 那实现以后 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 大家都想挤上去 但挤上去的人 最好下面人不要上来了 这从来如此 就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 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 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 里根时代就驱逐了 就开始移民很恐慌 说这下政策下来 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 打不正功了 得驱逐了 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 一直到90年代 我打开报纸一看 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 在长岛外面搁浅了 300多中国非法移民 从船上跳下来 冰冷的水 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 每个人一船毛毯 就散步在岸上 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 很人道同时很严格 就分 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 就把你领走 没有亲戚先关起来 关起来又可以打牌 可以画画 可以打乒乓什么这些 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 永远是这样 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 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 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 会叠什么小东西什么这些 当然也愿意回去 这只熬在里面不好 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 而且有人很后悔 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 有公司了 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 说你怎么混到这样 还没出国 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的 每家都要有个出去 所以中国很多人出去 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 而是一个面子 就到去了 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 这过程早就开始了 不是今天才开始 你怎么说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 然后看他一些老的朋友 老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 已经做了处长什么出去的 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差的蛮多的 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 就是相互差距没这么大 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感受 其实就是最失落的是这帮过去 到美国去了那些人 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 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 或者是差不多的人 都已经做了很高的职位 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板 他们完全在美国 没有时间来到美国目 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回来之后呢 你没有他们的这个机会了 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 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是 就没想到这种差异性 没错 就说 钱平了 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 对吧 我到美国奋斗20年 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 对 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 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 所以你中国人去美国梦 你是想在美国成功 对吗 这个过程台湾开始的更早 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 哀声叹气 说我大学同班同学 现在在台湾 什么什么公司老板 年薪是多少 收入是多少 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 大家不安全的都想出来 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 但很快他发现 他只能开个餐馆 甚至还不行 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 台湾经济起飞嘛 后来 所以这个过程 大陆只是晚一步 晚10年到20年 而且规模更大 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 30年前我出国前 只要来一个华侨 或者是外面来的 全都晚上聚一块 你说这外面情况怎么样 我说现在我每年回去 主要任务 就一桌做饭吃过去 所有人都说 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 北京怎么样 你说他们现在 就是在外边的华人 还瞧不上祖国吗 没有没有 没有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网络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国外 如果被人认出来 10个有10个说 我在枪枪三人形上 看到过来 对对对 这枪枪三人形 自从联网 可以华侨看到 你都不知道 你在外面有多少观众 管他什么政治立场 所有人都知道你 就知道你这个节目 就对海外很多人 我在海外比较火 但是就是你 你说的刚才有一点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你看中国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一切让我感觉到 好像要比他们强了 就方方面面 但是这个 你又总会感觉到 有些让你觉得 特别凄厉的一些的东西 就比如说 我看见那个松外卖小哥哭 然后那天我就看见 就是说 你说这个讲道理 比如说你说 这个在美国 不管怎么说 他讲道理 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 是不讲道理 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最近 你这有个叫 什么贾静龙的吗 就是就在我们石家庄那 一个就是 这个叫北高营村 这一个村 好 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村长 是吧 是个能源 确实改变面貌 改变面貌 就是这城市化嘛 说你现在一到 这个北高营村啊 跟我们石家庄的 大城市的一个区 没什么区别 楼房 因为他就拆迁嘛 就是你的旧房拆了 我给你盖新房 但是就在这个里边 发生的这个纠纷 然后呢 就有一个叫 贾静龙的小伙子 他呢 其实也不见得 他就占脸 但是呢 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 他说我守着我这旧房 我就不搬 我甚至要在这结婚 结果呢 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 给推了 推了之后 他这女未婚妻 也不跟他结婚了 然后这贾静龙 就买这个射钉枪啊 就有一天 这个党委书记 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 走下台 他就从他脑后 一枪都打死 就前一阵刚刚最高 他说法院核准 就是说执行死刑 因为有些法学家 就是说 什么 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 就是到下留人 说因为这个里边 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 但是最后还是给 执行了死刑 我就是觉得 你看 我们这个面貌变得 比美国那荒原 可以说是高楼大厦 多多了 可是在这个背后 似乎又有一些 让我觉得特慎人的事情 不是说谁就一定对 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其实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就华人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 我是不是在这打工 或者我是干什么 我想可能还是一个 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 这个一个东西 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 我在国外 我必须得成什么人 我必须得买房 我必须得买车 我必须 他就咱们带着 好多价值观出去的 就是特别累 可是后的这些小孩 比如说你第二代 生下来在美国生的孩子 他就没有这感觉 他就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挣钱 买车买房 我就要享受那个 就更加享受 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 她就跟我讲 她说跟我说 这是又是音乐的事 她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DJ 怎么办 因为她是第二代 就是生在美国的 根本不想去好好的 就是学法律 或者当律师 或者当什么 就是想打DJ 这怎么办 怎么生活 而且他说你能不能 你跟他谈谈 让我去谈 我就说 我就跟小孩说 我说的 首先第一 你是不是感觉要 每天晚上脚疼 因为打DJ会晚上脚疼 脚疼 你就是身体的震动频率 太高了 我说的 你怕不怕 因为你特别年轻 你才二十多岁 她说我是阿姨 我是脚疼 我说你会脚疼 而且你会身体感觉累 因为这个震动频率太高了 你每天在这 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事 因为它是 那个高震动频率 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 你如果觉得没事 她说我没事 我享受 我觉得我是脚疼 然后脚疼 那穴位 她说的那个 但是我享受 我不这样活 我觉得没法活 我说那你就去做 就是这一件事 我告诉你 是个关键 就是你的身体 你只要不怕 你就去做 他就 现在这孩子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DJ 在美国 就是他就到处 在俱乐部里打DJ 这就是第二代的 中国的小孩的地民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 很多家庭都有 对 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 哎呀 咱们是不是这么挣钱 跟国内这么比 咱们这么挣钱 跟国内 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 可是现在小孩 他不这么想 就第二代 已经不这么想了 说实在的 中国现在小孩 也就我希望 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 也是能够这么长大就好了 就想做什么 做什么特别放松 那你说 比如说我们这次 在网上什么收集问题 还有人问陈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问问丹青老师 就是说你前些年 一直说美国好 说中国的教育制度 也有问题 孩子被恶杀 等等等等 他说但是你看现在 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 对吧 全世界都看着我们 这个中国的 美国美帝国主义 你瞧现在都闹成 特朗普 美帝国主义 感觉都该打内战了 对吧 你现在还怎么说呢 我投降 我现在明白了 闹了半天是这样的 我刚才所以 他说我敢说 我敢说 我一直明白为什么 我明白了 我不争这些问题 因为我不想争 那你去英国上学 现在的目前去英国 投降 这是意味着你 无话可说了 我不想争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要争我投降 OK 你如果这样 我一贯就是 你如果你认为是这样 OK 就你认为这样 就像你应该让我 认为我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说出来 然后你觉得不是 你也说出来 那么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 就是现在到了 要决定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阶段 历史关头 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 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 会 我想会 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 我会跟30年前没有两样 就是OK 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鼓励现在的孩子 能出去就出去 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 也用着鼓励他们 会回来 那中国现在好起来了 跟我们那边不一样了 就至少物质生活 现在看这种建设 就是国际化的建设 是一个基本向 是一个基本向 而且我觉得其实 跟过去不一样 这么想法 我们把事情想得更简单一点 你生到一个河南的小孩 他肯定妈妈希望 他来北京上学 河南还是河南 河南 去河南上学 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 那生在河南的人 想去广州上学 其实每一个家长都希望 那孩子去更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说这么简单 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 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 或者送哪去 就是小孩 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 肯定是在 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他一个独立的 生长的一个环境 他自己去处理 他自己生长的环境 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 如果英国太贵了 去苏格兰上学 苏格兰便宜 而我看到过 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 特别有教养 特别好 就是其实他主要出去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 到另外一个集体 然后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 刚才不是说到语言的 那种语言的感觉 他就有对自己 有一个对照 所以小孩回来的话 在活跃的时候 他真的是变你一个孩子 就是特有教养